我是个村民 笑得有点过了 是的 我们过去了 我很崇拜我自己 非常感谢充满诚意的 问题都精心准备过的 非常可爱的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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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ies 不是topies 对吧 对吧 好 大家好 我是金城志 感谢topies给了我这么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tag 那么我下面要来 看着这些tag 说一点废话 灵感 灵感其实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 非常重要 有一些作品是莫名其妙的 刺激下产生的 比如说 白马村游记里面 叫做杜口 在写杜口的时候 其实是身在一个咖啡馆里面 然后旁边的人 就全都是漂亮小姐姐 但是由于那天我中午 人特别多 我心情特别烦躁 我突然之间把他们想象成了女鬼 然后把咖啡厅的老板想象成 鬼族的头头 然后把咖啡机 碰碰碰的声音 可以想成是龙舟队的这个鼓声 那像这些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刺激 那我捕捉到这些刺激以后 我要把它变成更加奇怪的东西 竞争力 彩虹的竞争力其实是第一原创性 然后就辞取啊这些东西 第二个竞争力就在于丰富多样的元素 可以在一个地方同时生长 而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 恰恰就在于我们让人自由 流行文化 其实有跟不少的大佬 也跟不少的朋友聊天 他们觉得你们彩虹不是一个合唱团 我问他我们是什么 他说你们就是流行音乐 所以我也很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解读 那我认为我们也当然是这个时代的流行音乐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认为自己的创造是流行文化 我拿大家喜欢的那三首爆款来说吧 张世超丢钥匙是千古之谜了 从有钥匙这个东西开始 可能从周朝开始大家就开始丢钥匙 它是一个很频繁的话题 加班同样也是 我不相信说90年代没有加班 不可能加班一直都在 《春泳自作指南》 我们存在家庭的那一天起 就一定有这个文化产生 家里人逼婚啊 星期之间互相攀比啊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存在了很久 我这三个话题 我觉得都已经存在七八一千年以上了 你的生活里面有些什么体验 这个很重要 好 严肃音乐 我经常称自己为严肃音乐的捍卫者 其实是在搞笑啦 很多人调侃的时候会说 那个感参空是一个逗逼歌曲 我首先我不否认 但其次我认为它是严肃作品 第一个方面它是话题的严肃性 因为它本身想要探讨这个话题 是一个严肃话题 第二个是表现形式的严肃性 我们是一生玄命的 很认真的在舞台上把一个事情表达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严肃性 如果你认为你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严肃音乐 那它就是严肃音乐 凶 我觉得发火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发火只会让对方的情绪受损 而唱歌是一个很需要情绪调动的东西 我现在做到的都是尽可能不凶自己团员 去不骂别人 彩虹24小时 我最近在给团圆的一份问卷当中问就是如果没有星期六排练你会干嘛 很多人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坚持不下去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对别人来说不通不一样 但对自己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呃 我们也打算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如果这么快就放弃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是音乐的所相伴的生活的话 我觉得会 嗯 太无聊了 那我们就会变得一样了 我们想变得不一样 欸我推荐大家一本书就是一本很奇怪的书叫《魏晶六朝小说》选 里面有些鬼故事啊 里面有一些很扯淡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古人的冷笑话 真的很冷